大盘缩量横盘 量缩了这么小了 同时横盘的时候 小盘股还涨了这么多 这叫什么 大盘股大台 小盘股唱戏 上涨的加数已经将近3800加 多的时候 这里已经快达到4300加 那大盘小盘股 涨了这么多 咱指的是指数 小盘股涨了这么多 但是上涨超过5%的 只有140加 那这是很少的 那就是没有什么赚钱效应 那为什么大盘会出现 这样的格局呢 就是大盘股大台 小盘股唱戏 但是散户不赚钱 就是市场轮动太快 你比方说 昨天前天涨的好的东西 就那些小盘股 涨的好的东西 它们持续性很差 你比方说 以半导体为例 半导体880491 你看 今天的半导体 这不就是冲高回落了吗 那么它们出现冲高回落 而一些东西 像人工智能 这些东西 跟苹果AI有关系的 包括消费电子 它们今天又起来了 这不就是市场风格 轮动切换吗 那么消息面 驱动的 这是最主要的 你像苹果手机 苹果外盘 美股那边都大涨了七个多点 这不就是苹果上涨的原因吗 那位说 那人家那边 如果明天一跌 我们这边 是不是今天又是追高的 就都废泡了 对呀 所以有一些东西 现在轮动太快 比方说 昨天 要是假如有人要是追高 就这个位置 上来再追 追这些个半导体 那是不是今天就很难受 如果明天这个位置 只要是出现下跌呢 那不就糟糕了吗 另外大家看 今天大盘涨的最多的呢 就是小微盘骨 小微盘骨高高在上 像不像一个鳄鱼张开了嘴 一旦小盘骨要是下跌的话 那么就很容易形成一种小型的骨灾 因为小盘骨要跌的时候 那就是人家一些主力 油资 这些庄们 他们在往下跑 他们出逃的时候 是不计成本的 是拼命的往下砸 只要能卖出去 人家就往处卖 根本就不计成本 而散户呢 往往在下跌的时候 都不愿意卖 往往是什么 刚开始下跌 都想看一看 等再跌一跌 假如跌到这了 跌到这了 受不了了 再一跌 真的受不了 就割到地板上 往往在受不了 割到地板上的时候 人家主力又接回来 继续向上干 你说这不是坑人吗 对呀 麻子不叫麻子 那么再来看大盘这个位置 假如要是下午这个位置 出现杀跌 咱指的是小盘骨啊 假如小盘骨跳水一杀跌 把大盘也能拐下来 现在是什么时候 现在这个时候 就叫烂拳打死老师傅 什么技术分析 这些东西 大多数都在失效 因为现在市场轮动快 热点风格切换的也快 今天它涨 明天它就涨 那么轮动这么快 轮番的 他们都在 从底下往下爬 这是底下 超跌反弹这一部分 而另一部分呢 高高在上的 却在往下跌 就是轮番筑顶 你像什么呢 咱们先说 以大盘骨为例啊 先看看 石油 880310 你看石油 这不就在筑顶吗 是不是这样啊 因为它长期是在顶部 如果再拉一下 是不是涨了这么多 从550 涨到1340 大涨了将近800个点 所以人家在这呢 也在筑顶阶段 因此这些天 资源骨调的多 也就有道理了 另外再来看这个 880324 有色 有色这不也在筑顶吗 是这个意思啊 那再来看 中字头 现在的中字头 这不也是这样吗 是不是也在筑顶啊 另外再来看 一些个像白色家电呢 银行 我们先看银行 880471 这不银行也在筑顶吗 而且银行筑顶之后 居然出现了跳水 这是什么 头 尖 如果这个位置 要出现底的话 那它会加速下滑 真的是那样 那不就糟了吗 看到没 头 尖 如果下滑 就滑到这都受不了 那么滑到这 那指数就得跌到这么多点 得跌一百多点 那么再来看这个 880473 这不也是筑顶吗 只不过这个顶 已经筑完 现在下来了 头 尖 正在往前走底 那位说真的能走出底吗 这个位置说能走多深 我们倒看不出来 所以呢 这个位置随时可能会出现 止跌反弹 那么拿它来说是 这是保险啊 从急跌 然后到缓跌到止跌 是有一个过程的 那么通过保险这种东西 筑顶 止跌 我们再来看大盘 大盘这不也是在筑一个顶吗 筑顶 也到了一个平静期 就是头 肩 如果再往下一跌 那不就是底了吗 所以大盘这不也在筑顶 那么这一个也讲究啥 叫急跌 急跌 缓跌 止跌 是有一个过程的 那今天大盘在这个位置 止没止跌呀 止跌信号有几个 首先的一个 就这个位置得成交量放大 再有一个按照技术上说 虽然现在技术呢 已经不好用了 现在不就到乱拳 打死老师傅吗 那么如果按照技术上 我们也说一说 技术上 你起码得有一个 三十分钟图的 一根单根大阳线 那个位置才会出现一个 强势止跌 扭转 那那位说 帮主啊 如果这个位置不能扭转 那会怎么样 那就会止跌 缓跌 降速 降完了速 慢慢的才能起稳 扭转 反转 那位说 那样来的是不是太慢了 对呀 我们宁可希望这 啪啪再跌两下的 也就是摆这个箱体跌破 这个箱体的低点是多少点 2984点 如果摆这个箱体 要是达到这个箱体下沿 2984附近 那么或者是跌破3000点 在那个位置 那就到啥 头 尖 尖的下跪 那不就是有上岗的可能了吗 所以呢 大盘现在在这个位置 我们一颗红心 两手准备 因为大盘现在正在围绕 这个箱体的中枢 也就是 3025点进行反复争夺 就是3025点 过去古邦不给大家画了这么一个图吗 就这么一个图吗 3025点附近 大盘在这个位置 反复进行争夺 就是这个箱体附近的中轨 3025附近 那大盘现在呢 现在就要做出一个方向选择了 而有一种画 市场叫啥 叫五穷 六绝 七翻身 如果按照这个思路 五月份是下跌的 那么现在五月份冲高回落 下跌了 六月份 这不是来个闷杀吗 那么六绝 七翻身 下个月 是不是就可以开涨了 不管怎么说啊 是谚语也好 还是说的 有的人给这个小肖的迷了一把 那么总之在这个位置呢 大盘已经来到了一个相对的 叫时间周期 也就是变盘窗口 在这种变盘窗口的时候 大盘现在呢 又来到中枢 也就是这个箱体的中枢 3025附近 如果这个位置要是撑不住 那么就叫做急跌缓跌失败 那就会加速下行 就像这儿 就像这儿 每次出现大的上涨 是不是都是一个下车的机会 就像这儿 就像这儿 这儿不就是吗 出了一根大的仿锤线 那么仿锤线上沿 我们不就应该跑路吗 所以在大盘这儿 不能说已经止跌起稳的时候 古邦我们还是选择了 八分之一的仓位 今天下午 大盘这个位置 现在如果能横住 就很不错 没看咱们穿了一个横格衣服吗 早盘穿衣服的时候 有人还说 邦卓你太悲观了 事实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啊 如果下午大盘 要是消烧一跳水 达到三千零一十二点附近 就是这个位置 上上一跳 稍稍一跳的时候 达到三千零一十二 那么三千零一十二是啥呀 就是到这儿之后 它可能还会出现一个反超吗 不管怎么样 只要能跌到三千零一十二点 那么这个位置 我就会在这块果冻的加仓 果断加仓 如果加完仓它起来了 日内T加零 是不是我们就获利 是这样 重点就是 今天下午这个位置 能不能出现 三千零一十二点 那位说帮主啊 如果不到那个位置 你干不干 不到那个位置 我不干呢 至多呢 我们放过它一步啊 也就是这个位置呢 在横盘震荡震荡 总之 我们宁可错过 也不要做错 因为现在仓位 八分之一 已经不错 不知道大盘在这个位置 到底是不是一个下跌中继 大盘在这个位置 到底能不能再往下跑 因为明天 如果按照技术指标来讲 才是序列的低九 如果明天序列低九 加阴线 那后天上涨 更靠谱 那位说 这技术已经失效了 好吧 我们看一看 技术在这个位置 到底能不能失效 好 喜欢股邦的加关注 下午 三零一二 能不能超成底 就看给不给机会了 下午 收盘见